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打听算怎么回事 姐姐想知道什么 直接去问就是了 如兰嘴唇咬得煞白 直愣愣的 瞪着明镰 小喜鹊瞧不下去了 走到明镰身边 轻轻劝道 姑娘 您好得走一趟吧 事才我们姑娘气极了 和大姑奶奶拌了几句嘴 把太太和大姑奶奶气得够呛 这会儿如何好意思再去 原本问太太也是一样的 可太太如何知道姑娘的心事 不见得能说到点子上 何况我们姑娘如今火急火燎的 也等不得了 六姑娘 这些年来 我们姑娘可拿你当第一等的知心人啊 明镰很想大呼 哪有 如兰也真明着一张面孔要扑上来了 关节发白的手指几乎掐进她的胳膊 明镰被缠得没法子 何况自己也有些好奇 便硬了去 好在女孩们的小院离寿安堂不远 明镰三步并做两步 小桃不时地拖她一把 待来到寿安堂 只见翠瓶和翠眉都立在门口 明镰略略缓口气 整整衣裳 才慢慢地踏进去 见镇堂 空荡无人 明镰便绕过屏风 只拐进刺剪 只见老太太 王氏和华兰 三个老中小女人 围坐在康边说话 他们一见明镰来 立刻停下来瞧她 明镰给众人行过礼 硬着头皮 面对大家的目光 呵呵傻笑几声 呵呵 我不知道的 是五姐姐叫我来听听的 我晓得我不该来的 要不我还是回去算了 看她扭捏着衣角 说话语无伦次 神色尴尬 华兰扑斥一笑 转头去瞧老太太 询问意见 老太太恨了明镰一言 反倒是王氏开了口 也好 六丫头也听着些吧 如而素来于你好 也肯听你的劝 老太太 您说呢 老太太当然不在乎 但还是装模作样地沉思了一下 才点点头 明镰小心翼翼地端了把小屋子坐到边上 闭上嘴 竖起耳朵 做个合格的旁听者 华兰回过头来 笑了笑 是才孙女说到哪儿了 哦 对了 他们说了 足有一个时辰 说起来 那孤儿郎与石哥他爹 算是半个发小 孤儿郎说了 锦上添花意 雪中送太难 他当初落魄离家 宁孙女婿也不曾另眼相看 他瞧不上那些来攀附的 却信得过文绍的为人 事宜托他寻门亲事 我的那小姑子已定亲了 文绍便想到咱家 昨夜与孤儿郎提了妹妹 他也是愿意的 王氏神情很奇特 似乎狂喜 似乎忧虑 好像被一块从天而降的猪头 砸中了脑门 很想吃这块肥肉 却又担心下面压着一枚收紧了弹簧的老鼠夹子 老太太瞧出了王氏的迟疑 斟酌了一下用词 便问道 要说这门亲事 是我们高攀了 可这顾将军的名声 别的不说 我早年听闻 他外头治这个外事 还是有儿有女的 像是受宠的 你妹妹嫁过去 岂不吃苦 还有 自顾结清都是父母之言 她怎么自己提了 总得叫宁远侯府的太夫人出个面吧 老太太最近天天头痛明澜的婚事 如今考虑起婚嫁来 思路十分清晰 王氏听了连连点头 她就是这个意思 老太太神色复杂 看了看掩饰不住兴奋的王氏一眼 其实 还有好些不堪的传闻 她都不好意思说 华兰瞧了瞧老太太 犹豫了下 把手指紧紧贴在手炉上 供着背凑过去 这事儿 得从头说起 这话可长了 我也是昨夜听您孙女婿说了才知道的 原来啊 那宁远侯府的太夫人不是顾尔郎的亲娘 众人奇奇一惊 老太太盲问 顾将军是庶出的 这个问题很关键 直接决定了顾尔郎的身价 虽然 虽然内容都一样 版本却有金装简装的区别 这倒不是 她的确是嫡出的 华兰急急补上 说来我也不信 这宁远侯府瞒得也太紧了 原来老侯爷娶过三位夫人 第一位是东昌侯秦家的姑娘 婚后老侯爷带着家人去了穿颠镇守 没过几年 秦夫人生子后过去了 老侯爷就续贤了一位白家小姐 生的就是顾尔郎 这位夫人没多久也罔顾了 再接着 老侯爷又续贤了 这回是头一位秦夫人的亲妹子 便是如今的顾台夫人 又过了好些年 老侯爷奉旨调回金城 天长日久的也没人提起这事 反正都性情 外头还以为老侯爷捅这么一个亲夫人 东昌侯府自己也不说 只有几位要好的才晓得底细 直到最近 应不少人打量着想谈顾家的亲事 一阵细细打听后 这事儿才慢慢地揭开 明兰微微张嘴 她有些疑惑 顾廷也这么说 是什么意思 华兰的一番唇舌白费了一半 王氏想知道的是顾廷业为人 是否可靠 华兰却拉拉杂杂 说了这么一大堆成年往事 而老太太倒听出了里面的门道 从看上直起身子 欣慰地问道 这么说来 顾将军与宁远侯府不牧的消息 果是真的 只不过 不是因着当年的父子嫌隙 而是顾将军与这继母不牧 华兰演一亮 觉得还是自家祖母明白 她侧着身子朝着老太太笑道 搭酒不离时了 祖母倒是想想 若是母子子笑的 顾尔郎为何会闹到离家数年不归 为何开了将军府后 只回过宁远侯府一趟 那家老子的儿子 不是做娘的在一旁劝着 瞧瞧韩国公府的老五 真正的武毒俱全 闹得可比顾尔郎当年离谱多了 有国公夫人护着瞒着 这不好好的吗 现在我晓得了 到底不是青马 一份过错 十分吆喝 再吹吹枕头风 老侯爷还不往死里教训 王室大脑是直线性的 最关心的依旧是外事问题 张口就是 那 那些传闻都是假的 外头的那个女子呢 还有儿女呢 华兰神色僵硬了一下 善善的 他外头的确有女人 还有儿女 他和文少都交代了 不过 华兰见王室脸色 似有怒气 赶紧不过 顾尔郎说了 那女子心术不好 早被他送进庄子里看起来了 他是再不见的 至于那数子 入不住族谱 还两说 老太太却依旧皱着眉 便是如此 毕竟有个疙瘩在 到底还是树长子 他转头与王室道 这门婚事 你要好好想想 宁远侯府的门地 本就高 何况如今顾将军 这般绅士 端得是 显赫富贵 然而如丫头 却是你身上掉下来的 过日子 可不能光瞧着外边 李子才要紧 一个不好 咱们将要落个不恤女儿 贪慕富贵的名声 选女婿 还是人品要紧 明兰低头不语 她上辈子听过一句话 好像是 无所谓忠贞 不过是受到的 诱惑不够 老太太 似乎是这句话的 忠实拥护者 她并不认为 贺鸿门好到天上有 地上无 只不过 一个埋头在 药材医典里的大夫 总比一个 动不动 就要公愁交错的 高官显贵 老靠显 王室神情纠结 揪着一块帕子 使劲扭扯 现实又犹豫起来 华兰 见老太太 似是不愿意 王室又有 动摇的迹象 心里有些着急 忙撑笑道 哎呦 你们不相信旁人 难道还不相信 自家姑爷吗 我那婆婆 听完这消息时 又垂胸顿足的 毁了一番 不过 我小姑子 没法子变动了 示意她就叫文绍 把秀美表妹 提给孤儿郎 叫我公公知道了 好一段痛骂 亏她想得出 别说张仪父已故去 就是尚健在 也不过猜五品亲职 文尚思量许久 说孤儿郎 虽荒唐过一阵子 却到底浪子回头了 其人品 还是可堪婚配的 不幸到时候 娘自己瞧瞧 人家真是一番诚意 话说的 也是斩钉截铁 再说了 若她好端端的 那还看得上咱家 那些顾兮名声的 权贵大家 不愿冒险 而上赶着 要去结清的 都是些攀附势力的小人 顾二郎 又不愿顾家太夫人 说的亲事 这才拖到你女婿那儿去的 华兰 口才极好 语音 一扬顿挫 一句句说的 入前入礼 正当她 口莫横飞之时 冷不防 瞥见一旁的明兰 一脸不解 就随口问了句 怎么了 明兰瞧了瞧老太太的脸色 小小声道 不是说官夫再去 都得将就吗 怎么顾将军 这般抢手 做人后妈可不容易 还有 即使在原配的排位前 值得不是切礼吗 看看贾真的续贤 有夫人 贾舍的续贤 行夫人 那可过得 都不怎么样 连有资历的体面下人 都似乎 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华兰 好不容易 把王室说动了 见明兰 又来捣乱 他美好气的 白了他一眼 小丫头知道什么 官夫 也分三六九的 那种 七老八十 前头已有嫡子的官夫 自然取不到什么好的 可像孤儿郎这般 年轻鹦鹉 又无嫡子 如妹妹嫁过去 只想生下儿子 便与原配 一般无二 还有谁来说什么不成 说着 华兰还伸手指 去戳明兰的脑门 明兰缩脖子 不说话了 他好歹 算是替如兰争取过了 华兰又劝了好些话 越到后来 王氏越发倾向于 截着门清 直到要和圣红商量一下 又说了话话 华兰便要告辞 王氏起身 要送女儿出门 母女俩 肩并肩地挨着 一路走 一路说话 明兰被留在了 收安堂门口 只瞧着王氏 和华兰的人影不见了 才掉头回老太太处 说了这许久的话 老太太早乏了 靠在看头 微合着眼睛歇息 明兰亲手亲脚地过去 拿了条软软的绒被 给老太太捂上 谁知老太太忽然睁开眼 明兰被吓了一跳 你 如丫头那里 你还是多劝这些吧 老太太缓缓道 明兰微精 歪着脑袋 坐到老太太身边 这婚事 也定了吗 不是说 要等到春围开吧 从那起子年轻才俊中 给如姐姐挑个女婿吗 老太太把手中的暖炉 塞到明兰手中 拿自己的手 捂着明兰的小手 嘴角似有一丝激讽 高门嫁女 是她一辈子的想头 若没有墨丫头那档子事 还好说 如今天降一位门地更高 更有虔诚的孤眼 你太太如何肯放过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